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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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五千年 魏便利主持 張偉國讚稿 中偉名編導 楊飛尊寵 唐元中李隆基 和當時絕大部分的公卿大臣 滿足於三四十年的太平盛世 於是盡情享樂 而且享樂的花樣不斷翻新 據當時的一些資料記載 開源天堡時代 無論宮廷或民間 都流行鬥雞 打球 和各種賭博 而各種各樣的歌舞和表演 更加深受歡迎 當時達官貴人 和富友人家經常設宴款待奔客 宴回至眾 會邀請女優 娼妓表演歌舞 唐代的所謂娼妓 意思是指一些表演歌舞的男女藝人 並沒有後世色情含義 後來唐活五代之後 由於經濟困難 道德敗壞 娼妓便開始兼埋身 然後娼妓這個名詞 便開始帶有色情含義 娛樂士發達 本來不算是壞事 但沉迷享樂 荒廢政務令到人心散漫 對社會實在有不良影響 而事實上唐元宗本人 對各種聲色享樂 便最有興趣 而且積極推動 這聲色享樂 表現出太平盛勢 唐元宗不喜歡宮廷的雅樂 而對民間的俗樂非常有興趣 於是在宮廷之中 設立教坊和尼元兩個機構 專門吸收民間的歌舞、樂曲和表演藝術 同時又訓練大量樂師和藝人 教坊、尼元的藝人都數以千計 成為當時全中國最大的歌舞表演機構 在此順便一提 尼元最初以演奏樂曲、唱歌 和訓練音樂人才為主 分為座部、立部、南部、女部、小部 小部即是兒童音樂人才 他們並非表演戲劇 但後世的人 漸漸將尼元作為戲劇表演的別號 演戲劇的人稱為尼元子弟 其實已經不是唐元宗時代的含義 由於唐元宗創立尼元這個音樂機構 因此後世的人尊奉唐元宗做尼元祖師 開圓25年12月 唐元宗最寵愛的妃嬪 因姆惠妃病死了 姆惠妃是母則天外家的侄孫女 自幼入宮得到唐元宗的寵愛 而且生了獸王李慕 姓王李奇兩個王子 而唐元宗的皇后本來姓王 因為得不到元宗的寵愛 又未有親生的皇子 加上皇皇后的大哥王守一 犯了勾結無私圖謀不軌的罪名 終於在開圓12年 皇皇后被廢為書人 最後屈屈而終 皇皇后死了之後 唐元宗並沒有再立皇后 但姆惠妃長期在宮中以皇后身份自居 對其他妃嬪和皇子、公主都十分不客氣 姆惠妃逼死皇太子李英之後 以為唐元宗會改立自己的兒子 壽王李慕做新太子 怎知唐元宗立了第三兒子 宗王李亨做太子 李亨的生母姓楊 一早已經病死了 李亨是由被廢的皇皇后撫養長大的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武衛妃一氣得病 沒多久就病死了 武衛妃死了之後 唐元宗覺得悶悶不樂 當時他已經54歲了 有一天 宮中舉行一次成大宴會 所有的皇子、皇孫、公主、駒馬都有參加 麻煩不樂 弊犀 attempt 弊犀,你真是高興了 弊犀看,所有皇子、皇孫 都齊集在宮中 弊犀真是天下最有福氣的人 高力士, 朕老了 老?陛下何出此言 朕二十幾個王子都已經長大成人 而且大部分都已經成家立室 還已經兒女成群 朕還怎麼可以不認老 陛下未老, 陛下真是未老 陛下是馬球的能手 而且又領導離原子弟讀新曲 唱新詩, 長安的少年 比起陛下都要自愧不如 高力士, 你不用哄朕歡喜了 朕已經很多個月沒有去打馬球 沒有去離原讀曲了 陛下, 自從衛妃娘娘升仙之後 陛下似乎對什麼都沒有興趣 不過, 朕還可以抱孫為樂 你看, 朕有多少子孫 那邊那位絕色佳麗是誰呢? 絕色佳麗? 誰呢? 那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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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啟品陛下, 那個就是壽皇殿下 新娶回來的皇妃呀 是十八郎的皇妃? 沒錯, 聽聞她姓楊的 是葡州人士 她的外家和則天太后的外家 是有些關係的 絕色佳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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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可惜 如果陛下喜歡的 可以召她入宮, 事後陛下的 召她入宮? 她是十八郎的皇妃, 怎麼可以呢? 女子改嫁是平常事而已 陛下, 奴才可以去壽皇府 勸她出家, 先做女道士, 然後送她入宮 請她打理太真宮 那到時, 陛下就可以朝夕跟她見面 不過, 十八郎她怎麼樣呢? 那就容易了 陛下可以替她選擇 另外一位財貌兼備的皇妃 奴才聽聞 偉昭訓的女兒也不錯 皇妃殿下, 皇上的意思 你明白不明白? 皇上要我入宮時候 沒錯, 皇妃殿下真是聰明 如果殿下日後得到皇上寵愛 那不僅殿下可以享受不盡 就算連殿下的家人也榮華富貴 但是十八郎她怎麼樣? 奴才已經跟壽皇殿下說過了 她也答應跟皇妃離婚, 另趣為事 皇妃殿下離婚之後, 才出家入島 皇上自然會照皇殿下入宮了 茶師父, 缺乎你, 然後如此 是, 我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郭夫人, 他們可以隨時入宮 你說好不好? 真的?三郎, 你真好 貴妃娘子, 皇上快來了 他昨晚怎麼不回來? 高將軍, 他現在去了 另一個女人的劉叔 貴妃娘子, 你不要怪責皇上 他昨晚郭氏繁忙 要召見大臣 郭氏繁忙, 可以從宰相辦理 那…來吧… 我不見他, 不見他 奴才參見陛下 太真了 啟稟陛下, 貴妃娘子在發勞 他責怪陛下冷落他 太真, 太真 你不要進來, 不要進來 快走, 走啊, 走啊, 走啊 太放肆了 高力士, 立刻送貴妃回到外家 陛下, 旁邊呢? 立刻送他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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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年輕, 怎麼可以這麼任性呢? 皇上始終是九五之尊 你要小心事後他 他才會對你言聽計從 你怎麼可以隨便對他發怒騷呢? 如果他嫌棄你 那對四妹你, 對我們楊家 也沒有好處 是的, 爺姐說得對 不過我不可以隨便後繼認輸 那你就不用擔心, 爺姐有辦法 你剪一扭頭髮下來 爺姐替你帶進宮見皇上 好了, 爺姐 你要跟我爭點顏面才好 行了 買川家 神妾規國夫人楊氏 透見陛下 大兒是朕的家人, 何必驅禮呢? 請坐吧 謝陛下 大兒果然天之國式 可以與貴妃比美 陛下見笑了 對了 臣妾入宮朝見陛下 是替貴妃向陛下請罪的 貴妃她怎麼樣 貴妃自從備俗之後 日夜思念陛下 如今她已經形容潮水 如果陛下不再接她回宮 那臣妾恐怕 但是貴妃她 她實在太放肆了 貴妃已經悔過了 陛下請看看 貴妃已經剪了一扭頭髮下來 向陛下請罪了 真的 請陛下接她回宮 好了 朕不明天派人去接她回來 大兒不妨在宮中留宿 明天一起去迎接貴妃 珍慈 大兒 陛下 三郎 太珍 你回來真是好 是呀 你們夫妻重聚 那就好 真是多謝大兒成全 神妾喜感 朕準備去離山的華青宮避暑 太珍 大兒 你們都要跟朕去 真是 大兒 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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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看看 嶺南的荔枝送到了 荔枝 真是漂亮 整次以前沒見過 是啊 荔枝是嶺南佳果 要新鮮的才鮮紅嬌鹽甜脆多汁 如果不是 五六日內 就會變黑 變黑之後 就不能再吃 真是好吃 可惜領南太遠 椰子荔枝容易變壞 不可以時時有新鮮的荔枝 如果太珍是喜歡的 朕可以全令沿路士兵 每天用快馬和貴妃 由嶺南問荔枝來長安 三郎對我真是好 朕一定會滿足太珍的心願 陛下 甚麼事?太珍 常見有一位唐兄 叫做楊超 陛下, 提拔一下他 楊超? 好, 叫他去見宰相你臨虎 謝陛下 謝陛下 楊卿是貴妃娘娘的唐兄 又是皇上要提拔的人 我李臨虎一定會盡力而為 不敢有負皇上和貴妃娘娘所託的 晚生得到李相公提攜 真是感激不盡 楊卿 楊卿 這幾年來 國家的開支越來越大 朝廷的收入有限 但是就支出無窮 唉, 我這個宰相為了這件事都已經心努力揭了 楊卿, 如果你可以解決財政的困難 相信皇上一定會對楊卿你特別加許 財政? 那就是說收稅 李相公 我楊超雖然不是什麼俊士明經出身 但是一向對理財最有興趣 如果李相公派晚生去監督收稅 晚生一定不負相公所望 哦, 這樣都可以的 哦, 這樣都可以的 這娘子的唐兄楊超 的確有點財幹 真的? 兩年前 李臨虎上公 派他監督水運陸運 又派他去做度之郎中 負責出立國家前兩 這兩年來 楊超他都做得相當稱職 而且他手下 有一群擅長理財的人 所以朝廷的財政 近來都稍有好轉 楊超這個人 似乎真的有點財幹 朕也想召見他 啟稟陛下 微臣命令天下三百二十八郡的地方官 將各郡的土產運來長安 呈獻給陛下 現在三百二十八隻貨船 已經齊襲曲江池 準備迎接陛下觀賞 楊超 在 你做得真好 謝謝陛下讚賞 貴妃 各位公兄 我們出去了 出去了 萬歲, 萬歲, 萬萬歲 三郎, 你看 真多貨船 每隻都裝飾得十分華麗 真好, 真太好了 全令的船逐隻駛過來 真子 陛下, 領南的船正來了 有很多珍珠 還有象牙, 還有翡翠 太珍, 你喜歡嗎 整集很喜歡 朕全部賜給你 謝陛下 我大堂的盛世 今天真是顯示無遺 萬歲 楊超有大功於國家 朕像你叫楊國中 謝陛下 唐元宗寵愛楊貴妃 楊貴妃的家人 亦都成為當時唐朝最顯赫的家族 楊貴妃的唐兄楊國中 因為依附宰相李臨虎 又在理財方面有相當財幹 於是得到唐元宗重用 曾經兼任十五個特事的職務 地位直逼李臨虎 據史書記載 楊國中理財方面最大的成就 是將地方郡元政府的財政盈餘 撥歸中央 令到中央財政更加充裕 天保十一年十一月 晉國公李臨虎病死 楊國中繼任成為宰相 中華五千年之楊飛尊寵 是由盧偉力、林有榮、楊麗仙 譚翠蓮、曾永強、李德能等聯合播演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 《聖書記》 《聖書記》 《聖書記》